康瑞颱风已经登陆了 因为它走的速度真的是蛮快的 接下来可能会影响到的时序又是什么呢 交给轩头 好谢谢舒涵 康瑞颱风就在刚刚1点40分的时候 它从台东的城宫这里来登陆 所以刚刚观众朋友啊 尤其你在城宫这里的 会觉得怎么无风无雨 因为你们就处在这颱风眼的中心 但是呢在稍早颱风还没有来到之前 这里呢就已经测得了15级以上的阵风 非常的大 而现在颱风登陆了之后呢 要注意的是在它150公里的 十级风暴风圈里头 在南花连北台东都容易会出现 16级以上的强阵风不可不防 而在北部地区呢 其实也已经出现了十级以上的强阵风了 而我们也来看到 什么时候它会离开台湾呢 以目前的路径图来讲的话 预计在今天晚上 就有可能从台中到云林一带来出海 但到底时间点会落在什么时候 很抱歉不能告诉你 但是呢晚上到深夜的这个时间段 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现在看起来 它走的速度不会像是山陀台风一样 这么的慢 因为它的导引气流还蛮明确 在过去几个小时 都是一样21公里 21公里的往前来做推进 所以确实在今天晚上就有机会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 都是全台湾风雨最为剧烈的时刻 尤其呢要特别提醒的 就是整个东半部地区 风墙宇宙 再来是北部地区 上半天雨量也已经在累积了 而当它过山之后呢 南部地区的降雨 也会再进一步的增多 地形台深不排除 会来到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所以我们就要透过雷达回波图 告诉大家 这几个小时 你需要注意的地方在哪里 首先像是在花莲和台东 靠近眼墙的位置 这边风一定最强 雨一定也最大 有可能是六级以上的阵风 而且呢 现在东半部地区 都已经发布了豪雨等级以上的强降雨 甚至大范围面积来到大豪雨 宇兰的山区 台中的山区 以及在花莲呢 都来到了超大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代表这样的累积雨量一定会超过 350毫米到500毫米以上 而在北部地区呢 尤其东北部这边 其实都还有一些外围环流的影响 所以风势雨势都是一阵一阵的 千万不要以为 现在感觉像一阵子的无风无雨 就可以出去 告诉你下一个小时呢 这雨又会出现 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 整个东半部地区现在雨持续影响 而在中南部地区呢 在过几个小时之后 傍晚雨也会开始逐渐的显现出来 而也因为现在这台风已经登陆了 所以在花莲溪水有暴涨 甚至部分的溪水呢 有迈过这桥 我们来联新记者杨琪 天空一片灰蒙蒙 河川也一片灰黑 夹带大量土石不断往下冲刷 溪水暴涨到 几乎快要跟上方桥面一样高 场面十分触目惊心 溪水暴涨场面就发生在花莲溪 一早花莲降下大雨 原本在靠近出海口的位置 水位还没有这么高 但越靠近中午的时间 随着台风直扑而来 风雨也逐渐增强 一早民众经过上方的花莲大桥时 虽然路面泥泥满是碎石 还有一些树枝树叶 但还可以勉强通行 但随着水位越来越高 就怕民众再经过会发生危险 目前已经封闭花莲大桥 禁止用路人通行 也提醒民众不要再经过这个路段 康瑞台风是近年来 暴风圈最大的台风 这是否代表他所带来的降雨状况 会比较剧烈一点呢 要请教宣童 好 谢谢舒涵 现在开始呢 整个东半部地区的雨还会再持续 如果以一整天累积雨量来看的话 整个东半部地区 基本上都是红彤彤紫色 甚至有点发白的程度 我们带大家来看 以今天凌晨零点来算的话呢 宜兰大桥已经来到了 694毫米的累积雨量 而在花莲的兽林呢 也有545毫米 而另外要提醒的 像是在台中的山区 因为它位置比较偏东边一点点 所以呢也是同样有测得 500毫米以上的累积雨量 而在过去一个小时 哪个地方的雨是最多的 是在花莲的兽林 以及在宜兰地区 在宜兰呢 山区甚至一度有测得 100毫米的湿雨量 在之后呢 也同样有机会会出现 但这个累积雨量图 你也看到了 在整个西半部地区 感觉天气还不错 甚至有民众说啊 它在桃园天气呢很好 甚至还出了大太阳 但是风是强的 要特别呼吁大家 尤其在西半部地区 现在呢 这风灌进来之后 永远会有可能会吹起 9到10级以上的阵风 而且沿海也容易会有 12级以上的强风 再来要看到的是 降雨的电量降水预报图 在今天白天的时候 整个东半部地区啊 这样的12小时 累积雨量 基本上都在 300毫米以上的范围 是很多的 像是在宜兰的山区 以及在花莲的整个区域 还有在北部的山区 而到了今天晚上之后呢 东半部地区的雨 会持续的下 但是跟白天比起来 会稍微的缓和 而在中南部地区 要注意 这时候台风过了山之后呢 从原本的 开始吹东风 开始改吹为西南风 所以在南部地区 就会变成一个迎风面 地形台山的降雨 会来到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也不排除 有可能会更高 更强 而在中部地区呢 在这个时候 雨也会逐渐的显现出来 而到了礼拜五的白天的时候呢 其实你就会发现 整个北部地区 东半部地区的雨呢 会再进一步的缓和 因为在礼拜五的中午之后 这暴风圈也即将要离开台湾 所以这时需要注意的是 在上半天 西半部地区的雨呢 还会持续 东半部地区的雨就会缓了 但是西半部地区的雨 虽然持续 跟礼拜四白天 还有晚上比起来 也还是进一步的减少 要提醒的是在中部地区 依旧有可能会来到 局部地区的大雨等级 而到了明天晚上呢 其实天气大致上还算是不错 但同时还是要提醒 未来吹的都还是一个东北风 以及南边有一些云系北台 所以会有一些残存的水汽 在台湾上空 依旧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 但是跟礼拜四 不能比天气大致上 会非常明显的好转 但是提醒大家 今天是台风价 还是不要出门 比较好 舒凉 好 确实是这样 看起来好像要到明天 才会缓一点 那当然不只是降雨 风其实也蛮大的 在蓝雨甚至测到 破坏性的一个大风 那关于强风的状况 还有哪些地方要注意呢 持续要请教宣统 好 谢苏涵 刚刚我们看到呢 其他的媒体 其实也有提到 17级以上的阵风 但是呢 其实目前气象署 公布出来的资讯来说 其实大于17级以上的阵风 只有在蓝雨 它的军风来到17级 它的阵风来到17级以上 这是因为他们有人员驻守 但是你看到其他地方 比如说像是河欢山 还有部分地区 也有测的17级以上 那个是自动测站 我们看的是气象署的官方资讯 所以呢 这个蓝雨的测站 连这气象署的测站呢 都能测到 它有来到17级 相当的惊人 我们看它实际上的数据 军风呢 来到了59.1公尺 而在阵风 74.1公尺 这个呢 其实已经能排到 其实这个测站里头的 战史第五 还有战史第十 很多人就会拿说 跟小犬台风比较 当时小犬台风 是一个中度台风 在过了蓝雨的时候 同样有测得 17级以上的阵风 甚至呢 它的公尺 有来到90公尺以上 所以这个台风 是不是没有比小犬台风 来得强啊 其实不是 不能这样子看 因为呢 这个蓝雨台风 蓝雨的这边的测站呢 其实现在风速计 已经被吹坏了 所以现在 这个风速 能测到的风呢 其实不是这台风的极限 而是这个风速计 本身的极限 好 除了蓝雨之外呢 还有像是在花莲 还有台东 都测得了12级 到15级以上的阵风 那离相对远的地方 像是在彭嘉宇 11级 新北十级 新屋也有11级 而在澎湖呢 也有11级以上的强阵风 而在整个 全台湾的沿海 今天都要注意有12级以上的强阵风 那么风大 当然浪也会跟着比较大 所以今天 全台湾沿海 都要注意有5米以上的浪高 尤其在整个东南部地区 现在台风进来了嘛 所以有可能会出现 8米甚至到10米以上的浪高 都不一定 而在澎湖呢 则是7米以上 而至于在未来几个小时 什么时候这风会逐渐的缓和下来 其实呢 要告诉大家 在今天一整天 其实全台湾各地的阵风呢 基本上内陆地区 都有来到9到10级 所以像是在台北市 南头还有嘉义市 这些内陆地区呢 都也同样发布了强风特报 预计呢 可能要到明天的白天的时候 雨会先缓 接着呢 西半部地区的风 也会逐渐的缓和下来 但还是要提醒 尤其在台湾的西侧 台湾海峡这一带呢 它毕竟是一个峡管效应 所以在西岸 尤其靠近沿海的位置呢 还是要注意有比较强的阵风 骑车的观众朋友 在礼拜五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 而且台风刚走 其实台湾附近的海域 都还是容易会出现长浪的舒寒 今天上午的移动速度 较为快速 康瑞快速逼近 移速每小时19公里 但近中心最大风速减弱 每秒53公尺 降到51 仍然是16级风 最大阵风 每秒63公尺 相当于17级风 七级风暴风半径 维持在320公里 十级风暴风半径 比起前一天晚上120公里 扩大到150公里 预计登陆后受地形破坏 还会变满 预估在今天晚间左右 就会逐渐的离开台湾陆地 预估在周四下午两点 会登陆台东或南花莲一带 中心出海时间 在晚上八点左右 从嘉义云林附近离台 周五中午 暴风回升才会脱离本岛 康瑞的台风眼墙 高层直径约100公里 底层约80公里 垂直结构呈现漏斗状 威力也很惊人 风闯变化看 中四上午中心还没登陆前 接近的过程中 东南海侧还有在台湾海峡风最大 周四下午登陆后 这两处颜色变更深 代表东南侧 和整个西部沿海风势 还会再加剧 长风凳到达14级以上 掉到周四晚间 暴风圈逐渐脱离 才有机会趋缓 北部海面风速也会增加 浪高惊人 东南部海域已经出现13.2公尺巨浪 苏澳花莲台东还有东沙岛这个地方呢 整体的浪是有观测到六米中以上的巨浪 那甚至在花莲的浮标是有超过大约在八到九米左右 降雨最剧烈 仍然是靠近到登陆周四这一整天 宜花东首当其冲 晚间中心震见一出 但外围环流雨势还是灌进来 雨势转移到中南部山区 宜花局部还是有大雨 周五清晨中南部山区雨还是大 雨时又很长 要到周五下午才会趋缓 体育新闻综合不道